歡迎鄉親帶來大正華新聞的現場 上禮拜何美北停路 發生一堆一枚騎車上載 意思停車太過暗 不去注意到頭前的路空 發生車河一死一胸 両國主席等主持張敬衛 每天報道知道消息了後 是特別觀景10週太陽靈LED 不限警示頂何美派出售 提供用路人要來尊守交通規則 保障使命的財產安全 上禮拜在何美北停路 發生一堆騎車河 意思是因為天時太暗 沒有注意到頭前的路空 撞到停在路邊的農用車 作行一死一胸的漢疏 何美梁華主席等主持張敬衛 為媒體報道看到這個消息 感覺很不甘 主動聯絡何美派出售 表達要關緊保障近視頂的議員 然後這個車禍 還是小孩子還是國中生 真的覺得很惋奇 但是我們就主動跟我們何美派出售 我們的中所長來說 我們想要捐贈一些警報器 這個可以警示 警示器 讓這個轄區的人都可以這樣平安 出入的平安 所以說我們慈悲堂 雖然在街廟經費還不夠 但是這個我們還做得到的 我們盡量去付出盡量的去做這個樣子 張主持他都有在做善局 而且他本身是彰化地研署 榮譽官婦人協會的護理市長 他平常也幫助很多更生人 他利用這個機會就是關於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很重要 因為如果車禍的話導致會損失很多財產還有生命的問題 他主動聯繫我們跟我們講說他要做堅證這個儀式 在一些無法裝置閃光耗製的入口 或是比較昏暖的地區裝置這個爆散燈 所以我們今天很感謝張主持做這項議題 中華主席等的張靖偉主持說 並且母女主比為懷這世的精神 決定關鍵這部的金氏町給警方 希望可以有好感規的交通輸垢 評論交通漢輸一載中演 何必派出所的所項中進行標示 以下會將這部的太陽能爆散金氏町 加上在頭前裡電壓力的散熱道路 在晚上的時候可以發揮金氏效果 但是目前金氏町的所項也是不夠 如果有議員關鍵金氏町的民眾 可以跟派出所來冷漏 大中華新聞也方有何必裁方報得